港式西餐廳和茶餐廳有分別 有沒有見過茶餐廳有龍蝦湯 蘑菇湯和Shrim Cocktail吃 所以今天我來這間 是一間港式西餐廳 老闆Victor說他自己是很自私的 不過廚師本來應該自私 他想把所有自己最喜歡的味道 都放在餐牌內 進來這間餐廳 感覺非常舒服 裝修很細緻 覺得很油閒的感覺 不同一般茶餐廳好像很趕快吃完 讓我今天好好享受這餐 這麼油閒的時光吧 我剛才明明是介紹這裏是港式西餐廳 當然會有港式食物 你看這個蝦多士和冰鎮奶茶 就足夠香港情懷了吧 冰鎮奶茶的原意就是 不將冰加到奶茶裡 否則就會混淡了味道 剛才試鏡照片的時候 就提醒我千萬不要把奶茶拿出來 因為冰鎮著才夠冷 比起普通奶茶真的特別濃郁的 對 港式的味道又如何少得一個鐵板扒餐呢 剛剛呢 自應就將醬汁淋在上面 那些炸炸的感覺 真的將我疑似的回憶 帶回來 Medium Rare的牛扒 配龍蝦味 Serve and Turf 超享受 吃完港式的味道之後 餐廳還有驚喜給大家 國際性的美食 德國豬手 印尼雞扒飯 法式的吞拿魚 他他 還有墨西哥的特飲 Mojito 我們看看除了食物之外 其實一些細節位都是很細心的 完全感受到老闆那種用心 來看這些餐牌的裝飾 甚至乎是一些器皿 都是用同一個調味的 試完 因為老闆Vicca就說他以前是做製作的 而老闆娘也是一個風格 所以他們對於細微的位置 是特別敏感和講究的 希望食客都能感受到他們的用心 讓我試一下這個德國鹹豬手 就這樣看下去 切下去 都已經感受到皮 非常脆 而裡面的肉質不出我所料 是很脆的 為什麼不少得呢 配這些酸菜 酸菜就可以中和豬手的肥膩感 老闆Vicca自己研發 模仿鳳鮮味道的一條薯條 用這個甜品來為這一餐畫上完美的句號 簡直是非常滿足 很感謝老闆的自私 正正因為他的自私 令到我們可以回味這麼多 如時的回憶和味道